限时版鱿鱼游戏终于来了 这里集齐了韩国最强的100个人 不分年龄 性别 职业 最终胜出者将获得3亿资金 千万不要小看这100个人 比如这位是曾经多次夺得金牌的体操选手 这位在特种部队待了11年 在世界消防员运动会上拿过冠军 这个身材一般的男人是健美运动员 蝉联多届比较冠军 这个男人曾经是狙击手 而参赛者中不乏健身教练 体育模特 金刚芭比 鱼子摔跤旋属 流到着国家代表 还有对自己身材十分自信的能力 包括曾经参加过某当练中的舞剂 而当众人看到这个啦啦队员时 男生们都在气 希望小姐姐能多坚持几分 美女演员入场后 男生们又开始怀疑 自己参加的事不是练 这个嚣张的男人是万力比赛冠军 不过他却怎么也想到 会在第一轮做个淘汰 这对网红夫妻进场后 外国小哥的眼神直接呆了 感叹自己不该来人家比赛 而这个长相甜美的女孩 竟然是摔跤旋属 气场强大的大叔出现后 所有人都乖乖上脚卧 这个妹子说自己的大叔身上 感觉到一颗杀气 不过也难怪 因为大叔是非常有同气的决斗学 而这个看似一脸纷真的疤态 竟然是世界紧标赛的台拳道冠军 这个一进场就想拧断手里的女孩 是哲骨武藏的团队 真害怕他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弄了 最后一个入场的小哥 是冬奥会的金牌夺主 参赛者到齐后找到属于自己的雕像 原地换上比赛服务 游戏也将正式开始 一共五道关卡存活到最后的人 可以获得三亿奖金 而游戏难度也是极其财励 第一道关卡将淘汰一半的人 不过在此之前 是一场热身赛 吊灌在单杠上 以凭持续时间不被淘汰 根据名次进行排序 撑到最后的人会获得非常有利益 参赛者分成两组 一字进行 单杠缓缓落下 有人兴奋 有人紧张 随着倒计时响起 众人全部吊灌在单杠上 脚下的地板被隔开 看着下面的水池 小哥非常有素质的感叹起来 单杠缓缓分离时 一名选手竟然直接掉下 其他参赛者纷纷投来鄙视的目光 不过众人却不知道 这是小哥要保持体力的技术 第二十三秒的时候 又有人掉落 看来体重也是决定 持续吊挂时间的重点 然后是这个看似妹子的阿姨 显然开局 就选拖而迟 所以不重要的知识 又走家 吊挂单杠时 要用双臂的腋下支撑 可坚持更早 时间缓缓流逝 不愧是体操选手 一致轻松 甚至接连电魂也 而其他大部分选手 都在苦苦煎熬 为自己加油打起 此时 才刚过去三分钟 掉落的人也越来越 这个摔跤姐姐 不甘心的怒火一声 也放弃了坚持 四分半的时候 格斗大叔也终于不通 水池里的人 尊尊为上面的参赛者加油 掉落的人依旧很太失去 不过意外的是 两个小姐姐竟然还在坚持 后面的妹子 看到前面的女生 感觉像是学到了技巧一样 也用双臂环抱住 不过似乎这样 也无法坚持太久 最终还是一个 失手掉了小学 时间过去九分钟后 参赛者只剩下六人 外国小哥终于坚持不住 然后是这名健美运动 因为看到对手非常轻松 选择了放弃 然后是钢管运动选手 听到小姐姐的请求后 向征信的稍作坚持 选择了落水 达到第四名 让人意外的人 这名健身小姐姐 竟然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最后只剩下两名参赛者 一个是水中爆破小哥 一个是体操选手 体操小哥 看到教官不动如山的瞪子 决定不去看对方 挪动身体 来到边缘 背中 但是这也会消耗体力 15分钟过去 两人都明白 如果这时候掉下去 第二名就毫无意义 此时体操小哥一个步 双手抓着单杠 胜负要分晓了吗 下面的众人纷纷惊讶 为体操小哥加油 而小哥也不负众望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组 这也太厉害了 不愧是奥运金牌选手 其他参赛者为其鼓掌 而两人虚弱的气息 和颤子的身体 也证明这项比赛并不容易 最终达到极限的体操小哥 率先落水 教官看到后 以为稳淘胜确 战略性的所谓通 不过却想不到 第二比中 有比教官更加强悍 这是一场价值三亿的比赛 就算马东西来了 也会输在热身赛 而参赛选手中 不乏各个行业的脚脚转 奥运冠军 各种部队教官 格斗冠军等等 坚持到最后的人 就能拿走三亿险境 正在进行的下脚子比赛 通过吊单档的坚持时间 决定众人的排名 再通过排名顺序 依次挑选对手 这两个小姐姐 很快就会落水 因为他们的姿势错了 不过没想到的是 号称韩国力气最大的状态 在他们之前掉下去 然后是可爱的拉拉队 真希望他能多从国底 时间刚刚开始 体重超过200斤的小哥们 纷纷落水 水中的悬水直言 被人从上方阻视 伤子惊喜 时间来到五分钟 落水的人越来越多 而他们看着 还在坚持的网红梅影 感到自贿不如7分钟的时候 水中爆破战队 后备军下士也落入水 8分钟后 网红小姐姐似乎也坚持不住 水中的参赛者为其加油 不过小姐姐应该是达到了极限 最终放弃坚持 但是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15分钟的时候 只剩下三个人还在坚持 从选手争名的表情 和脸颊的汗水 能看出坚持到现在 非常的不容易 相对瘦弱的巴西柔树小哥 被壮汉凌厉的眼神击败 放弃抵抗 成为第三名 16分钟 此时 比的已经不是体力 而是毅力 壮汉看着这个 一脸无所谓的小哥 终于坚持不住 落入水中 最后这名小哥 于万众瞩目中 赢下消防员 拿下第一名 而看似不起眼的小哥 职业竟然是高山救援队 格局立马打开 参赛者纷纷为其喝彩 两组比赛结束 按照坚持时间 众人拿到各自的排名 后50名 看向上方的胜利者 难免露出不甘神情 第二组的救援队小哥 坚持时间最久 拿下热身赛的冠军 正式比赛揭晓 生存率为50%的第一道关卡 一对一死亡竞赛 限时三分钟内 两位参赛者争夺一颗球 最后持球的人获胜 场地分为两种 第一个比拼明节 第二个比拼明 从第一名开始 依次赋予特权 选择自己想要的对手 和竞技场 台下的人听到后 纷纷后悔刚才的赛前关系 没有好好努力 从救援小哥开始 小哥在上半区 选择了一名 和自己体格 差不多的对手 然后是这名嚣张的选手 那年我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上半区一名 格斗选手接下停摊 花壁哥看到后直呼完蛋 后悔刚才 不该太想 然后是这个瘦弱的小哥 竟然选择了一名女生 真是不想 有千里 没有胜算的男生们 也纷纷笑 而这个眼镜哥 直接承认 赢不了所有人 对手挑选完毕 第一关正式开始 如果在三分钟内 未分胜负 将会延长一分钟 落败者要打破 属于自己的雕像 并离开着 第一场比赛的两人 一个是健身转行的农夫 另一个纹身小哥 是舞者兼模特 大家也认出这个舞者 曾经是某当练宗的豪钩达人 进入赛场后 农夫把球踢走 两人来到水池 互相牵制对方 都在等待最后时刻 谁先冲过去拿到球 时间流逝 最终两人未分胜负 稍作休息后 进入延长赛 而这一次 显然更加激烈 两人互不相绕 舞者找到机会 把球紧紧抱在怀里 农夫试图抢夺 甚至凭借力气 直接把豪钩达人 按在水里 时间结束 无愧是豪钩达人 凭借丰富的豪钩 作战经验 拿下胜利 农夫没想到 会输给一个体格小 自己一半 而且还是农夫挑选对手 第二组开始 打过奥运金牌的体操选手 选择了最后一名 折顾的舞者 看来是想轻松取胜 不过这名舞者 是为了节省体力 故意放弃热身赛 实力如何 也尚未可知 两人如风一般 快速冲进竞技场 舞者率先拿到球 场外众人 看着两人敏捷的动靴呼惊态 下一秒 舞者在转身间 不小心接到体操小哥的下方 撞击的声音 场外的人都能听到 所幸 经过医疗人员处理 鼻梁并无大碍 小哥决定继续比赛 由于刚才的意外 球归体操小哥所有 碰拳开始后 两人闪转同模 动作敏捷 又同容不惑 场外选手不禁感叹 果然不是人人都能拿奥运金牌 随着时间结束 舞者依旧没能抢到球 不甘心地坐在地上 表演绝舞 体操小哥也不甘示弱 把球交给台判后 一个帅气的后空翻 台上众人开始起哄 刚才没看到 让小哥再来一次 小哥也毫不吝付地展示技能 舞者的胜负欲又被勾起 精彩的表演 让观众直呼nice 接下来的两位都是拳击选手 也都是超雨量级的世界冠军 长发的大姐 号称14年来 魏长 两人进场后 短发大姐 先是搞笑的落水 随后开启冠军之间的战争 从水中 一直缠斗到地面 短发大姐 将对手稳稳锁 在最后时刻拿到球 获得胜利 魏长一败的世界冠军 也真尴尬的心 然后出场的是韩国力气最大的咆哮哥 大家看到他犀利的眼神 直呼好像犀疑 而他的对手 是韩国体育大学的体育生 目前大四 反差如此之大 让贪赛者不禁为体育生捏了一把汗 不过你肯定想到 是体育生选择的咆哮哥 体育生的策略是第一时间抢到球 凭借速度远离咆哮哥 但是如果被咆哮哥先拿到球 比赛是不是就意味着结束 场外众人也不禁投来心疼的光 而咆哮哥这凶疼的眼神 真担心他下一秒会把体育生打倒 咆哮哥把球放在身后 用身体卢挡瘦弱的对手 场外的众人已经不报任何的希望 咆哮哥推开对手后 把球压在身上 时间即将结束时 咆哮哥一个手滑 球被滚落一旁 位置掉 体育生紧紧地抱着球 直到时间结束 力气最大的咆哮哥 遗憾输给一个大肆的体力生 而接下来要对准 是号称杀人机器的水中爆破队队 对决获得八次世界冠军的剑美 这绝对是一场顶尖的对决 号称杀人机器的海军特战队 对抗蝉联八界剑美运动会的冠军 两位强者选择了 更适合搏斗的B类集场 球被剑美小哥踢开后 两人开始正式地较量 双方不断试探彼此的虚实 互相牵制 剑美小哥脚下用力 摔倒对军 引得场外一片特态 小哥凭借力量压住海军 被海军一个抵御打挺反压身下 双方不断缠斗 由于激烈日后 剑美小哥眼睛吃到沙子 逐渐落入下风 直到时间结束 依旧未分胜术 稍作休息后 进入岩石赛 两人几乎同时跳入水中 激烈程度游胜钢台 依旧是海军紧紧锁住剑美小哥 不过小哥的掐脖举动 似乎惹怒了海军 想要冲出水池速战速决 却反被小哥压在身下 最后十秒钟 剑美小哥起身跑向球 两人再次开始抢夺 终于在最后时刻 剑美小哥糊口啃时 从海军手中抢到球 场外传来激烈成分 剑美强者 果然恐怖如斯 接下来的一组 刚驾雪车选手 也就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 很有水分的金牌得主 选择了兼职得斗的歌手小哥 在比赛前夕 歌手就给了雪车哥一个下滚威 有点礼貌 确实不多 哨声响起 歌手率先冲进场内 抱球抱在怀里 雪车哥从容不迫地入场 歌手抱球绕圈圈 难道是想依靠速度取胜吗 雪车哥盯着对手的同时 脑中分析竞技场的构造 思考应对措施 时间过去一半 雪车哥行动 一个回合下来 犹如猛虎哭 歌手的轻松制 球被雪车哥压在身下 轮丝不动 力量上悬殊 让歌手有些不知所措 半分钟的时间 歌手竟然撬动了对手 雪车哥变换姿势 一手护球 一手牵制对手 摆脱歌手后 雪车哥抱起球 剑步如飞 歌手紧紧追赶 雪车哥甚至还秀了一个回手抛 不对 是两个回手抛 倒计时想起 比赛结束 歌手遗憾落败 接下来 是曾经在消防员运动会上 拿过冠军的特主兵 对抗获得过大力士的冠军 比赛开始 消防员快速冲进场内 拿球时手上一滑 被大力士捡到 大力士把球踢到前面 做出防守姿态 各种兵试图寻找突破 被强壮的对手 稳稳牵制 时间马上结束时 各种兵上前 发生身体接触 大力士轻松甩扑对人 回身抱球逃跑 最后三秒钟 各种兵上前追赶 大力士再次单手 甩扑对手 轻松获得胜利 然后是两个美少女间的战斗 网红美女率先抢到球 一番你追我赶 最终拿下比赛 飞人舞者 对抗台拳道 国家代表 舞者获胜 折斗小姐姐 对抗健美运动员 健美运动员 也就是人妻获胜 不过意外的是 热身赛第二名的教官 竟然输给了放球选手 接下来是雪橇队 国家代表 对抗美女国家 小姐姐这一脸嫌弃的眼神 应该是再说 不喜欢这个竞技场 力量上的悬殊 让小姐姐无奈落 然后是后背军忠实 对抗摔跤对待 忠实进场后 就给对手来了个魔法攻击 不过摔跤 铁接着云淡风轻的白身 显然没受到影响 比赛过程中 也被摔跤姐姐用技巧 完美的异 说最狠话 还最毒的打 摔跤姐姐最终一项 本人在这里最烤的 最嚣张的花壁哥 对抗格斗冠军 格斗小哥进场 快速拿到球后 花壁哥才姗姗进城 两人隔桥对视 花壁哥礼貌的 向众人打招 这种随意的态度 让场外选手都请求两人 尽快打一场 花壁哥缓缓靠近对手 一转身 却又坐下休息 这把格斗小哥给整混 小哥甚至大方的 把球抛在一边 示意花壁哥去捡 面对这种斗狗式的调戏 花壁哥也终于动手 起跑加速 跳跃 动作一气呵成 场外选手 惊讶花壁哥的速度 原来花壁哥之前 是在保持体力 闪转腾磨八足风 进退友度连环步 秦王绕住鸟出笼 时间结束 花壁哥依旧没能抢到球 下一场 号称沙场女神的摔跤美女 选择了撞术的橄榄球选手 而且是在必定几场 小哥绅士地 让美女先拿球 然后一手牵制 一手扛起美女 在从美女怀中抢走球 轮到美女反击时 竟然利用技巧 摔倒撞术的小哥 场外众人 同时惊喜 水池里 美女再次摔倒小哥 小哥决定 抛开性别一听道德 使用技巧 把美女推进水池后 抱球逃跑 最终 小哥赢得比赛 然后是玉瑾对抗 摔跤冠军胡子哥 进场后 玉瑾机智地抢先 把球投在对手 拿不到的狗 胡子哥尴尬地折着高度 这不是欺负自己个矮吗 裁判出现告诉两人这样 属于违规 重新开始后 胡子哥把球扔在一边 两人开始肉搏 胡子哥用摔跤技巧 稳稳压制对手 在最后时刻 拿到球撞开玉瑾 获得胜利 接下来是大胡子 对上伯特阿迪 大胡子依靠力量压制中 抢过球跳出水池 然后和阿姨玩起了 这就是我 健身美女 对抗拉拉队小姐姐 又是压斗性优势 拉拉队美女 意料之内的落败 然后是这一队 不过怎么看 都像是情侣间的嬉戏 意外的是 最后小姐姐竟然赢下比赛 下一组是泰山 不愧是旅行博主 轻松赢下对手 精彩的来了 摔跤美女 对抗格动 小哥进场后 直接双手插兜 近身是一个爆摔 两人同时倒闭 格斗男反身用膝盖 压住对手 场外选手 直呼让小哥放开 小哥听到后 绅士的起身 转身又礼貌的做出手势 示意外人闭嘴 场外女生直言 来到杀起 第二回合 格斗男再次压住对手 不过这次不知 是有心还是无心 似乎压到了 不合适的地方 场外众人再次呼喊 但是迎来的 却是格斗男林列的杀意 最终裁判 上前制止的格斗男人 直到时间结束时 健身美女 依旧没人抢到前 场外选手 高海随败游荣 接下来的一场 也是重量级的比赛 格斗大叔邱成军 对战消防员 兼格斗选手 这是两个格斗高手之间的较量 性感大叔 对抗消防员出身的格斗选手 绝对撑得上 两头猛兽间的对决 大叔本想让小辈先拿球 小哥也展现出 对强者该有尊敬 缓呼进场 礼貌地向大叔致意 鉴于两人都是格斗选手 请求用综合格斗的比赛规则 这一提议 赢得场外众人的喝谈 直呼这种画面 在电视上都不一定会看到 强者间的对决 正式展开 试探 进攻 防守 如此反复 小哥被大叔的气势压了 连连后退 脚下碰到障碍了 一时间亮亮呛呛 大叔没有选择 趁人之危 再次晋升后 小哥试图缠暴 被大叔轻松化 两人纠缠在一起 大叔极图惊艳地 拍打小哥软肋 小哥再次后退 时间过去一半 大叔脱下上衣 拿出真正的实力 性感的身材 惹得场外选手 一阵尖叫 再次晋升 注意大叔的动作 看似随意地 拍打小哥的后背 镜头靠近火 鲜红的转衣 证明刚才的力度 并非轻描淡情 最后十秒钟 大叔摆脱纠缠 率先把球锁的身下 小哥试图 解开大叔的双手 直到时间结束 竟然秋山获胜 拥抱过后 小哥做出 五体投地的姿势 铅合得大叔 紧随其后 神龟虽瘦 游泳进食 略过一些不重要的比赛 第一轮淘汰赛结束 幸存的50人 得到喘息的时间 节目组 给众人配备 五花八门的营养品 补充流失的体力 此时 这里对于众人来说就是天堂 大家也暂时放下紧张的心情 享受暴风雨天的宁静 一番休整过后 50人被召集在一起 重回地务 迎接第二道关系 以五人为一 展开一场团体赛 落败的队伍淘汰 也意味着 将再次淘汰一半的选手 但是大家的体型不同 性别不同 甚至善用的肌肉 也不尽相同 不知道比赛内容 如何组队 就成了问题 健身妻子 甚至询问丈夫 是否会抛弃自己 节目组的声音传来 众人先选出三位 想一起组队的选手 得票最多的十个人 将成为队友 有人犹豫 有人越越欲试 投票完毕 节目组公布 十位队长一单 第一名 是2018年 四川省八中市 平昌县主办的奥运会 当价雪车项目的金牌得主 众人听到后 响起众望所归的掌声 不过小哥明显有些紧张 第二名 是在上级打扮预警的摔跤 对国家代表 第三名 混合健身选手 也是2020年 混合健身的韩国冠军 第四名 性感大叔邱成勋 很有名气的格斗选手 第五名 澳洲泰山 旅行博主 第六名 是在上级拿捏 嚣张花壁哥的格斗选手 第七名的这位小哥 得知自己入选后 激动地感谢支持者 承诺一定会全力以赴 第八名 壮硕的汽车经销商 第九名 是在上级 赢了摔跤 每一名的篮篮球选手 最后一名 竟然是个小姐姐 摔跤对国家代表 曾在上级 碾压后备军中时 队长人选确定 开始正式分队 参赛者 在十名队长中 选择想加入的队员 如果超过四人 队长有权力 选择自己想要的队员 没有被选上的参赛者 再去选择其他队员 但是这种分队方法 对于后几名队长 确实不足有意 就像这样 反选开始 从人数最多的队长 开始陆选挑选 没有被选上的选手 再次选择其他队员 让人意外的是 第一队既然没有选择 在热身赛排名第一的 高山救援小哥 第二队的队长 宁愿选择一个健身美女 也没有选择在上级 欺负摔跤美女格斗 格斗男甚至怀疑 对方是不想赢了 不止如此 前九个队伍都没有选择他 只能和其余人 凑在一时队 澳洲泰山和性男邱成勋 各自选择了一个女生 高山救援小哥 也被性感大叔选择 随着人数的平均 十支队伍也组建吴毙 依然是一队一生存在 但是比赛内容仍然不同 由第一队开始 依此挑选队数 第一选择了第九 第二选择了第十 小姐姐瞬间感觉 叨到背叛 红为摔跤选手的独子哥 曾经说过一起进行 转身却要兵荣相见 不过即使身为队友 也还是要听取队友的意义 两个队友并排 走进竞技场 第二道观察内容也被公布 搬运沙子 好烟力量 耐力 平衡 意志力 爆发力 队伍必须过桥 填满沙头 而且参赛者只能通过吊桥移动 队友之间禁止在桥上 传递沙袋 限时十二分钟 规定时间填入更多沙子的队友过程 两个队友开始分配工作 一切就绪后 比赛开始 队友之间按照任务分配 都在有条步往进行 有人负责搬运木板 有人负责搭建吊桥 有人负责装填沙头 搭桥的两个人 大胡子是海中爆破队后备依下时 另一个是昔日的跳舞项目金牌盾 对于平衡性的掌握 还是体操选手略上 沙队旁的几人 争分夺秒的装填 队友力所地扛起 一带开始搬运 随后是别动 一个剑步跨过悬空的部分 暂时领袭 大胡子看在眼里 一边加快动作 一边安抚后面的搬队 吊桥搭建基本完营后 两个队伍争分夺秒的运送沙 持续的高强度运动 也并非易事 为了不被淘汰 身为队长的摔跤姐姐 不一余力双平的沙 最后五分钟 即使是满身肌肉的壮汗 也开始呼吸困难 速度也在逐渐减慢 队员之间相互给彼此加油打气 时间临近结束 一声警报响起 支撑吊桥的绳子落下 预示着桥面能承受的重量 更能无间减少 平衡性也更加难一点 两个队伍靠的毅力 争分夺秒的 尽可能多搬预警 最后一分钟 体力不支的格斗男 开始摇摇晃晃 出现小小的意外 索性没有影响后面的队伍 最后十秒钟 随着最后一袋沙子运速完毕 两个队伍也终于坚持到最后一刻 完成了比赛 公布结果的时间到了 两位队长站在桥面 获胜的队伍生存 淘汰的队伍 吊桥会断炼 队伍就跌落 实力悬殊 最大的一场对决 失败队长将从吊桥掉落 五人团队也将全员淘汰 队员们纷纷祈祷 随着结果公布 摔跤壮汉竟然意外淘汰 小姐姐和队员们喜机而泣 庆祝大家成功存 第二组登场 格斗小哥带领的第六队 对抗剑美冠军带领的第七队 剑美网红夫妻也在第七队中 哨声响起 众人也都明白冰贵神速 先打好桥的队伍胜算更大 不同于红发小哥的失误 剑美丈夫抱起七块木板步履走跌 前期的优势也逐渐明显 剑美队率先搭好吊桥 队长拎起两袋沙子开始运送 队员紧随其后 在填进几袋沙子后 格斗队终于打桥打好 最后五分钟 每个人都大汗平临 仿佛在燃烧生命 差距也显现出来 剑美队的沙子肉眼可见的多余格斗队 三分钟时 锦铃响起 绳索断了 两队开启最后的冲刺 此时两边的沙子似乎已经食品 倒计时响起 最后一袋沙子运送完毕 众人无视 两名队长站在吊桥中间 宣布结果 格斗队淘汰 剑美队成员方呼雀跃 剑美网红夫妻也顺利进去 黑人舞者激动的来了的状态 接下来是钢架雪车 奥运冠军代理的第一队 对抗橄榄球运动员代理的第九队 不过钢架队的策略似乎出现失误 前期只安排无准 一个人搭桥 速度明显慢于对手 橄榄队也暂时隐形 但是随着队员的步子太大 吊桥剧烈晃过 木板也被打乱 只能重新固定 也就是这个意外 让钢架队成功反超 最终以下比赛 第四组上场 格斗大叔邱成勋代理的第四队 对抗澳洲泰山代理的第五队 比赛前期 大叔分析两队优势 对手年轻力壮 自己的队伍成熟有经验 大叔甚至猜测 在内部很可能是拿球 达到更多的队伍过程 随后制定策略 不要太担心 一次少拿底 以速度取胜 不得不多 大叔的猜测真是靠谱 比赛开始 大叔最率先完成搭建 不过和上一统一样 由于动作幅度太大 木板被打乱 队员不得不重新固定 大叔此时也展现出扰智慧 拎着沙带匍匐前进 虽然姿势不得很哑观 但是在平衡性上更胜一种 这波操作 也让外国小哥直接呆愣 虽然是匍匐前进 但是速度却并不得是他 比赛结束 大叔队顺利拿下胜利 澳洲泰山和网红美女 遗憾淘汰 最后一组 汽车经销商代理的第八队 对抗健美冠军代理的三队 健美队表示 因为汽车队看起来很 他会选择他们作为队人 比赛开始 汽车队的小姐负责搭桥 速度上虽然稍微慢 但是身为特技演员的小姐 并称着网红第一 以免队友因此受伤 最后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 即使是200多斤的壮汉 踩在上面 木板也没有摇晃 九层之台 其余雷土 其他队伍搭建的吊桥 和小姐姐的比起来 简直是豆腐渣 对手的木板被打乱后 装填的杀量也明显被拉开 随着比赛结束 汽车队不出意外的打下比赛 队员们扛起小姐姐庆祝胜利 第二道关卡到此结束 仅剩的25名参赛者 迎来短暂的喘息 简单休息过后 健美冠军站了出来 散带主持人提议大家 玩游戏热热身 游戏内容是纵跳 数是高度 看起来易如反掌 主持人邀请黑人舞者 做个示范 小哥轻松一跳 接着一个轰翻落地 由于过于简单 主持人增加电子 此时高度为64例 不过似乎还是过于简单 再次增加到92例 主持人邀请奥运金牌选手 做个示范 小哥毫不费力地离跃而上 然后是健美夫妻里的帐篷 轻松一跳 完成停战 众人也都不甘示弱 轮流上阵 眼看这个高度还是过于简单 其他人开始起哄 提高难度 118例的时候 健美丈夫跃跃欲试 奋力一跳 完成停战 然后是这个健美的阿人 虽然跳了上来 不过略显吃力 奥运选手 测量高度 纵身一跃 众人开始惊讶小哥的弹跳力 再次增加到126点 依然是奥运选手 虽然嘴上说着 已经够高了 但是仍旧干脆利索地 完成停战 没等小哥坐下来 其他人再次搬来电脑 高度被增加到134厘米 基本上和小姐姐一样高了 参赛者们 怂恿奥运选手 再次扔战 看着直逼肩膀的高度 小哥这次使出全力 无愧是奥运选手 众人纷纷鼓腿 纵跳到此结束 第二项游戏 比拼腿力 主持人请出了 格斗大叔 大叔也不点起 出列后 直接挑战人为 力气最大力 参加过大力士的汽车经销商 壮瀚127公斤 大叔90公斤 力量上的对决即将开始 大叔把腿放在壮瀚双皮内 壮瀚加紧 大叔如果挣脱 就算获胜 比赛开始后 大家被大叔可爱的表情逗笑 看来37公斤的差距 果然不是轻松于远 壮瀚轻松拿下胜利 休息结束 第三轮淘汰赛正式开始 25人重回大厅 不过在比赛之前 节目组宣布 将会有追加生存 和众人一起进行下一个环节 选手们无法理解 为何被淘汰的人要回来 毕竟众人费尽心腹来战斗 而当五位追加生存者进场后 参赛者全都露出惊讶的运气 这是迄今为止 最残酷的赛者 从淘汰的25名选手中 复活5名参赛者 也是众人最后的机会 属于各自的雕像 被悬管轰动 参赛者抓住 混绑雕像的绳子 撑到最后 就复活 放开绳子的瞬间 雕像碎脸 选手淘汰 为了公平起见 选手支撑的雕像重量 是各自体重的40% 随着众人用力 支撑雕像的机关闭合 重量全部落在参赛中 考验耐力的生存赛 拉开帷幕 不过才刚开始 一个雕像就摔落在地 雪车队运动员 一个手滑 惨高淘汰 然后是壮汉教练 重心不稳 整个人被拉向前 随之雕像摔落 接着是戴着手套的褲子 口中喊出一句阿西吧 随后放弃坚持 摔跤胡子哥有量血液 随着雕像摔落的增多 淘汰者们感叹 比赛的难度 健身小姐姐 也放弃坚持 三亿韩元 随着雕像一起破碎 众人此时注意到 网红美女 似乎轻松了 果然是身材管理大师 这股毅力 真不是盖子 接着是澳洲泰山 支撑不住 松开双手 橄榄球运动员 也紧随其后 然后是健身冠军 上级的五个队长 其中四个 全部淘汰 时间缓缓流逝 最后九个人的时候 绳子从大脖子手中滑落 包括战队后备军 下室被淘汰 众人也都接近了极限 彼此比拼着意志力 不过显然 相比其他选手 网红美女更加强悍 抱着即使手臂断掉 也要支撑下去的性格 最终美女成功夫 五位不速之客 回到比赛大厅 节目组宣布 复原有的五支队伍 复活者自动组成新的队伍 一起参加第三道关卡 拉动一吨半的船 不过会以联合组队的方式 组成三支新队伍 节目组测量 各队伍的所用时间 垫底的联合队伍 全员淘汰 此外 第三道关卡以后 不会再出现复活大 比赛前夕 小队都在考虑该找谁联合 而奥运选手所在的队伍 由于全员都是男性 自然成了其他队伍拉拢的对象 为了获得青睐 健美仗路队 甚至展示大腿肌肉 奥运小哥 恒功被其吸引 上田一般感量 甚至用手 验证肌肉的救援 两个小队也顺利 然后是汽车经销商 带领队伍 和格斗大叔的队伍 而最不被看好的两支队伍 拥有三名女生的 摔跤节队 还有复活队 因为其中一个小哥 在之前的比赛中扭到了前 虽然深知彼此并非最佳选择 却也无奈达成 格斗大叔队率先入场 考验立体的第三道关卡 即将开始 众人需要先把十个项目 搬到船上 而且其中一个项目 必须再找到铁 并且打破箱子后 才能获得 移动船只时 可以把原路放在前面 以此推动 抵达停泊处处前方的上坡后 再把船只的绳子 扣上滑坡 把船拉上坡 最后将船的绳子 挂上铁棍的瞬间 游戏就会结束 哨声响起 十个人按照登宫 有人搬运原木 有人运送向木铁 外国小哥 找到体育 或者打开箱子 仅有的两位女生 一般十个 尽着自己的一份力 而重一点的项目 即使是两龙壮汉 想要搬到船上 也并非一时 两分两秒的时候 货物装在了一里 时人按照体型 选手上远 但是连续此次用力 船只竟然纹丝不动 而此时船只 加上向木头 合计重量 已经达到两吨 大叔提议 先抬起再推 一番尝试 果然奏效 此时已经两分三十四了 众人喊着口号 船只终于完全落在原木上 往前推动一格 再把后面的原木 放在前面 如此反复 船体歪斜时 大叔在前面执音矫正 大家也都在各自的位置上 完成被指派的任务 不过 由于小姐姐 在原木中间推动 还是出现意外 众人听到叫声 赶紧停下查看 帮助小姐姐 把枪拉住 幸好没有受伤 不敢再做停 抵达停泊处时 已经是七分三十七 接下来要做的 是把绳子扣上滑轮 把船拉到东西 众人一鼓作气 拉到半坡的时候 不管如何用力 船只都一动不动 稍作休息后 大叔脱去上衣 指挥大家 听从口号 一起发力 齐心协力之下 船只缓缓活动 最后一鸣 每个人都大汗 仿佛用尽了毕生力气 终于绳索扣进铁棍 关卡结束 大叔忍不住口吐奔芳 然后是最有自信的队伍 赛前制定策略之余 小哥们还顺便展示了 大肩肌肉 果然不适 哨声响起 众人按照策略 有条不紊的进行 而最重的项目 肌肉最多的健康强度 也没能抬起 然后是这个拿着的五主 擅长用铁棍 自告奋勇拦下 虽然有些小意外 但是装带完毕的时间 却领先上映 将近半年 开始拉传前 健美丈夫贴心地 让妻子站在自己身上 随着众人用力 几番尝试 团支依然纹丝不动 大家也发现了问题所在 不同于上映 几人选择站在前面 同时用力 拉动身 凭借力量上的优势 团支依然被拖动 但是 启航时间 却慢于上映 而且之后的拉传 节奏和速度 也和第一组相差甚至 抵达停泊处的时间 更是落后上一几三分多钟 上坡时 众人用力气 团支缓缓移动 15分钟的时候 众人精疲力气 绳索和铁柱 却还差一点距离 而此时 不管如何发力 团支都不在一路封锁 大家甚至开始怀疑 这道关卡 是否真的能够成